心灵丸岛 忙碌了一天 此刻你需要心灵的休息与沉淀 心灵丸岛是你心灵的加油站 为你加油 为你充电 亲爱的朋友平安 我是陪伴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佳佳 今天在打开佳佳音乐盒的单元当中 一样继续为你邀请到Nana Formosa 集乐二重奏的郑雅馨跟张玉音 雅馨 玉音你们好 佳佳好 是 先来简单介绍一下雅馨 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 以及法国里昂高等音乐院 那么他曾经在卢森堡国际集乐二重奏大赛当中 获得第三名为史上第一次成为台湾人 在这比赛中获得奖项 可以说非常的优秀 那么同样他的伙伴玉音呢 也一样是毕业于郭立台湾师范大学音乐系 以及法国里昂郭立高等音乐院 那么他曾经呢不单单只是在法国学习音乐 也曾经在德国待了一段时间 那么在2005年呢 他在法国获得国际铁琴大赛铜牌 以及在2009年 与卢森堡国际打集乐二重奏当中 获得铜牌 也曾经在日内瓦集乐独奏获得银牌 刚加加在讲的时候 发现其实雅馨跟玉音 你们获得的奖项 好像是一样的嘛 我们有两个奖项是一样 一个是铁琴大赛 我们两个同时 那是独奏比赛 可是我们两个同时得到第三名 这很有趣 然后我们卢森堡是我们两个合力得到第三名 然后玉音更厉害了 他还得到日内瓦大赛的第二名 然后当时第一名是宠缺的这样子 哇那真的是非常厉害 要不要谈谈你们两个人在合作的过程 当初怎么会这么的确定 你们两个就是可以走二重奏呢 这个就是太有趣 我想这一切就是上帝安排好的这样子 我觉得我打一个比方 就好像那个情侣 好像就是相处很久 你默契很好 你就哪天突然手就牵起来了 好像也不用特别说 我觉得我们状态有点像这样 在大三的时候就举起了第一次的音乐会 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一定要怎么样 可是接着就很特别的 我们就一起选择了法国 一起考进去同一个班 这些东西都不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就是老师竟然愿意选择两个台湾女生 一起进到同一个班级去 然后他认为我们两个有非常大的相议之处 就是很大的不同点 那我们就在这四年里面又继续的求学在一起 然后跟着同一个老师 同一个班级 却会发展出很不一样的风格这样子 可是我们也住在一起嘛 所以很多生活上的就是默契各方面 其实就是这样慢慢培养 慢慢磨出来 因为一定是相应的两个人 然后你要在音乐上想法有很多 可以越来越好像就是沟通顺畅 那这个就是从生活中所有的东西累积出来这样 那也因为我们学习背景很相似 所以我们的眼光 我们都喜欢的东西 就是我们可以比较快去找到那个平衡点 跟可以沟通的点这样子 那玉音呢 你在合作的过程当中 让你印象最深刻的 或者是是不是有困难点呢 谈谈这方面 特别什么困难点我倒是觉得还好 是觉得说因为我们两个 真的是学习背景还蛮相似的 所以一路走来真的是 在譬如说选曲或者各种诠释的 就是那种tempo上来讲 会还蛮快去抓到的 只是说我们两个性真的是一难一悲 就是真的一阴一样 就是我还蛮就是以前真的很自闭这样 然后亚新是非常外向活泼的 可是从最原始开始一起 就是我们在合作的时候 可以同时演奏没有问题 不会有技术上的问题 可是是在音乐的那种默契度上来讲 一开始是从一南一北 可是后来因为经过长时间 这样一直磨合磨合 到后来就发现我们两个性 好像其实有这种互相融合交换这样 互补 对互补了 然后所以其实现在只会慢慢越来越快 找到说 我们想要做什么 或是我们怎么唱 所以你们两个合作到现在 是不是也曾经在非常多的国家 有共同演出的机会 曾经在哪些国家 我们在10年的时候 我们一起在卢森堡 就是他们有邀请我们 去做了一阵场的 二重洲的演出 然后我们接下来 有在沈阳国际打击乐节 也有做一样的一阵场的演出 然后最近我们是有收药到新海音乐院去 就是也是跟 不过那个是还有跟另外两位钢琴老师 我们一起共同完成一个演出 所以你们现在有点像是生命共同体 对对对 所以现在主要的 比如说演出的机会一样就是 以二重奏的方式 就主要的路线来讲 现在我们两人会比较偏好 就是发展我们二重洲的部分 那当然我们个人就是也会有 就是自己的朋友 有时候会有邀约 那我们也是会互相问 就是谁可以去或者什么 就是不免会有这种机会 可是只是说我们也会 在同时有这种演出机会的时候 还是想要努力 就是可以让别人认识 我们二重洲的东西 这样就当一个出发点 所以也透过你们这些 非常多的巡回的演出 亚希你曾经提到说 在教会当中你也在一些接近 有有有 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很开心 就是我跟玉英两个 我们当天晚上赶了两个场次 在两个不同的教会做了 都个月三十分钟的演出这样子 那而且发现在教会演出 因为我们就是有演 巴哈汉德尔的音乐 然后有演巴尔托克 还有一些我们改编的 巴尔干风的那个圣诞主曲 我们是以木琴 各式各样熟谷 一起合作的演出 那发现在教会获得很大的共鸣 是 然后也无形之中 让更多的年轻的人 他们可以认识几月 学习几月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 你们也带来一首曲子 对不对 这首曲子是 曲子是一个法国作曲家 Emmanuel Sersuchne的 Departure 启程 木琴二重奏 简单介绍一下这首曲子 这首曲子啊 蛮有趣的 这首曲子它其实写的 比较有点西班牙风味 所以是这样子嘛 那其实这是比较我们喜欢 就是演给 米拉普罗大众听的曲目 因为它并不是 那么严谨的现代乐 可是它 它因为有 就是好听的旋律 然后有很花彩的段落 那 我觉得是非常适合 让一般大众去入门 去认识木琴二重奏 这样子一个演出形态 那我们在里面 可以听到一些 佛朗明歌的风味 这样我就觉得 它还蛮特别的 所以一样是由玉英跟亚欣 你们两个一起演奏的 对没有错 是亲爱的听众朋友 今天在节目最后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启程》 那么也再次感谢亚欣跟玉英的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佳佳 谢谢 收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